欢迎收看8月9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门琪 首先想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闻国小国乐社到驱驰北区老人之家进行慈善公益演出 陪伴长辈欢度赴清洁 新北市优质美人茶比赛颁奖典礼特等奖得主苏文松 七年内三度夺冠 新店地政事务所以档案多元活化价值应用等创新作为 荣获第20届机关档案管理金党奖 文山农场打造蝴蝶迷宫 吸引紫斑蝶青斑蝶等多种蝴蝶聚集彩蜜 相当美丽 今天的科研进身去 大家一起来学科加谚语 新闻国小国乐社在父亲节当天前往位于驱驰的北区老人之家 进行公益慈善演出 安排了几鼓国标舞以及国乐演奏等等 以精彩的表演陪伴长辈欢度父亲节 以磅礴的鼓声带来气势非凡的开场 精彩的几鼓演出 让台下的阿公阿嬷抱以热烈的掌声 为了让在地长者感受父亲节过节气氛 新闻国小国乐社来到了位于驱驰的北区老人之家 进行祖父母继父亲节乐临同乐慈善音乐会 一同欢度爸爸节 现场的气氛相当欢欣和乐 老人家就是期待小孩子出现 那小孩子来到老人之家 我们的老人的心情就特别的愉快 然后感觉上面他们就好像年轻了二三十岁 那他们就是期待这样子的表演 带给老人家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欢乐 除了安排几鼓队演出活动中 还有热情四射的国表舞表演 新北市议员陈宜君也特地出席活动 他表示在节庆日子里 看到小朋友以表演来陪伴长辈 相当令人感动 更让父亲节格外有意义 看到就是大家有那种和乐的气氛氛围 我觉得很有意义 那再来对学生来讲就是一个社会服务的学习机会 那他们在这个学习这个国乐的同时 其实就是互相的也来跟这个社区结合 就蛮有意义的 新和国小国乐社表示 每一年在特殊节日时 都会尽量安排小朋友来公益演出 除了希望能够让这些长辈开心 也透过了这样的机会 让孩子可以贡献所学 了解社会公益的重要性 一方面可以有这个表演的机会 一方面可以让小朋友知道说 我们可以借由这样子跟阿姨们 还有叔叔们有一个互动 让他们能够开心一下 然后其实也借由这样的表演 一方面可以增进我们自己 然后二方面可以让阿公阿嬷可以开心 在这场慈善活动中 新和国小国乐社的孩子们 带来了多首曲目 让长辈们听得如痴如醉 透过音乐的力量 让这个父亲节倍感温馨 记者杨邦友 曹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石定区农会举办 新北市优质美人茶比赛颁奖典礼 由于适逢父亲节 因此喜开多桌 扩大举办与庆祝 今年特争奖是由品妮茶农苏文松获得 这也是他第三度夺冠 相当的厉害 另外获奖茶农当中 最年轻的是79年次的 石定庆农张志祥 承接了家族世代智茶的好功夫 石定区农会 办理新北市优质美人茶比赛颁奖典礼 由于适逢父亲节喜开多桌 邀请了农业部 新北市农会 新北市农业局 及各区农会等贵宾出席参与 在优雅的采茶舞蹈中 为颁奖活动拉开序幕 农会跟农友大家一起的努力 那么有然后才会让我们的茶的产业越来越往前进 一直保持在各个方面都保持得非常好 不管在技术方面的在销售方面 今年新北美人茶比赛是由品林区茶农苏文松拿下了特等奖 他从18岁开始制茶 累积了40多年的制茶功夫 在7年内就获得了三次新北美人茶特等奖殊荣 相当不容易 他表示在美人茶制茶时 最在乎的就是喝起来要甜 所以在最后烘焙时会特别下功夫 水甜那味道清芽 那再来呢 第二个我的东方美人茶呢 我跟一般他们比较不一样 是因为我后续的烘焙的时间 可能我有做的比较多啦 然后所以我的气味口感跟他们一般都不太一样 在这次的获奖茶农中 最年轻的就是79年次的青农张志祥 他是十定张家茶庄第三代 今年茶庄在比赛中获得了头等奖 金纸奖和银纸奖成绩丰硕 他表示从小看阿嬷制茶虽然耳濡目染 但换自己上场才知道不简单 这几年逐渐在比赛中有了成绩 也让自己建立了信心 自茶技术什么的就是跟阿嬷去学 但是因为不是一个正式的学习 所以其实内心都很彷徨说 是不是只是闭门造居啊 就是在家里面坐这样子 当我回来三年啊第一年是头等 后面两等都是头等一 所以其实对于就渐渐的自信就养成起来 就是说原来自茶技术的这个功夫是有学起来这样子 所以算是对自我蛮肯定的 新北市农业局表示 会持续营造良好农业生产环境 并且吸引青年回流返乡从事农业 同时透过办理比赛与制茶技术竞赛 来辅导农民生产在地好茶 提升茶农的制茶技术 再次恭喜所有获奖茶农 也期盼未来能够一同携手 让新北好茶品牌提升价值 记者杨邦友 曹芳琦 时定采访报道 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 日前公布第20届机关档案管理金党奖评比结果 新年地震事务所以档案多元活化价值应用 点藏完善旗舰库房 落实永续无纸化档案应用申请等创新作为 荣获金党奖肯定 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 日前公布第20届机关档案管理金党奖评比结果 先天地震事务所传来捷报 以档案多元活化价值应用 点藏完善旗舰库房 落实永续无纸化档案应用申请等创新作为 荣获了金党奖肯定 金党这个部分是我们 中华民国在档案管理的一个最高荣耀 那它对于档案的一个保存 那以及它的一个运用 那还有文书作业一个流程的一个状况 它都要达到一个标准 那以全国来讲 以今年大概196个机关参奖 那在出品阶段之后 进到负品是16个 那本所很荣幸在最后负品之后 有获得委员的一个肯定 新电地震前身可追溯到日本明治38年 因此所管理的公文档案 及地震职能档案数量相当丰富 更像是一部地方近代史 去年新电地震就结合自由档案特色 办理新淮古金 电创新油档案加持应用特展 并且结合学校与网络应用 让更多民众可以一窥珍贵的历史档案 使档案可以更多元应用 配合现在的一个技术 我们也有做成LINE8的一个网络虚拟游戏 那还有我们的Podcast有声书 YouTube 那还有我们的网站上面 也都看得到这些展览内容 那这样其实这个部分 也获得委员这一次的一个肯定 新电地震让档案应用 确实的更贴近民众生活 所以在本届机关档案管理金党奖 全国196个参赛机关当中 脱颖而出 新电地震表示 未来将持续努力 让辩明措施继续的精进 记者是命中门奇 新电采访报导 文山农场近年来 种植了紫斑蝶的蜜原植物 因此到了暑假期间 总会吸引大批蝴蝶造法 今年农场更特别打造了赏蝶蜜境 蝴蝶米宫 盛开的花朵果然引来许多交客前往采蜜 包括了紫斑蝶 青斑蝶黄斑蝶等多种蝴蝶 在花朵间翩翩飞舞 相当的美丽 文山农场近年来 开始种植紫斑蝶的蜜原植物 高市佛泽兰 每年到了暑假期间 就会吸引大批蝴蝶造访 今年更特别打造了赏蝶蜜境 蝴蝶米宫 正在盛开的小白花 果然引来许多交客 包括了紫斑蝶 青斑蝶黄斑蝶等多种蝴蝶 在花朵间翩翩飞舞 相当美丽 刚好现在在六七八九月 都有紫斑蝶的一个大爆发 那我们农场也设置了 新的一个景点 叫蝴蝶迷宫 我们有种植的蝴蝶 它的蜜原植物 那我们希望来这里的 大朋友小朋友 能够来这里 能够看到不同的花卉以外 还有我们很多紫斑蝶 紫斑蝶冬天会往南部过冬 到了初春才北返 因此能够看到他们的踪迹相当难得 所以农场也推出了 斑蝶漫舞生态之旅套装行程 结合导览与丰富的手作课程 欢迎团体报名 进一步了解斑蝶生态 我们套装行程非常丰富 我们来这里的游客 可以早上就来参观 我们的园区活动 然后我们还有介绍 紫斑蝶的一些生态导览 以及可以在蝴蝶迷宫里面游玩 然后我们也有老师带领大家做团康游戏 以及DIY的活动等等 为了提供游客更舒适的环境 文山农场今年也将景观平台重新整修 户外咖啡座有树荫遮蔽 不怕日晒 走累了小气一下相当惬意 我们在今年六月份也刚好整修完成了 一个全新的景观平台 那我们希望来这里的游客 能够轻松慢火以外 也能够在这里住足休息 然后喝咖啡 然后看风景 可以欣赏到文山农场各种不同的美 此外文山农场还设有一间景观餐厅 提供餐点咖啡茶饮甜点的美食 尤其餐厅采用大片的玻璃窗 自然采光让整体氛围更加舒适放松 游客可以点杯咖啡 或是文山农场自制的茶品 吃着点心 欣赏外头生机盎然的茶园 绿地及山林蓝天 感受远离城销的那份景觅 记者生病 在门奇新店采访报导 广告后继续来看 科研寂生趣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坏的事情啊 往往被宣扬得很快 举例来说 张三经常做善事 帮助孤儿院的小朋友 但却因为一次酒驾撞人 让大家对张三有了坏的印象 这就是 后师不出门 败师存钱里啊 台阁天爱姑娘一拜 后师不出门 败师存钱里 按赞 订阅 接着来看宝贝亚有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身装大心电宽屏WiFi 6 搭配MH Wi-Fi 全面优惠中 让您上网更稳更顺 提升家庭空间网路覆盖范围 速洽2917 3939 监控留意线日后好相见 大心电宽屏AI智能防护监视器 护审也护人 欢迎庙宇接洽申办 全方位保闭庙方与信众安全 速洽2917 3939 112年度平宁地集图重测举办中 新电地震提供重测需用之 土地界标多元领取方式 除稻索领取外 宁可就进到平宁区大林余光等 三个礼办公处领取 详洽2917 2969 分机201 少年暑期打工切记三倍七步原则 包括搜集、印证公司资讯 告知亲友面试地点 检视真材内容 还有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 不签约、不离生、不饮用、不非法工作 新电护证事务所服务时间 为星期一到星期五 上午8点到下午5点半 请市民朋友避免再非服务时间 到护所洽工 以免白跑一趟 以上的新闻内容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